吕噏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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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在這個 剛才已經 五四六天之前 有誰聽過我在這裡講 大家舉手看看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记得我想什么吗? 常常 写 不知 凡事 写 记忆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也有一个手机 最近常常告诉我说已经满了 因为照相彩了 我就满了 那就再照也不能照 所以要抵律 很多很宝贝的照片 怎么清理出去呢? 它的机率不够 你知道我们人的机率没有限量的 你知道吗? 我们的机率你可以记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从你一岁到现在 几十年你所记的存在里面 它才是一点点的不值 我们所用的智慧 根据专家告诉我们说 我们还没有用三分之一都没有 所以你们要好好用你们的脑 好好地记忆 但问题是在五六十岁之后呢 这个记忆力就没有了 就碎腿了 最好的记忆力呢 是在小孩子 青少年时代 你们这个时代也记得很好 那我们这些老的人呢 不过才七十六岁而已 明明在冰箱拿 要是冰箱哪一样东西出来煮 找到冰箱里 我要拿什么东西啊 于是现在不晓得是很容易化 所以记忆力呢 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需要记 所以那些圣经的经文 你们又可以多记 要么到了年老的时候就不会 还有一个一样东西 就是说 你在年轻少年人所记的东西呢 是不会忘记的 你看那些老人家 一坐下就 欸 我在日本时代怎么样怎么样 很清楚告诉你 你管他昨天的事情 他就不忘记了 你管他刚才发生事的事情 他就不忘记了 所以 神给我们有 激励的 很强的激励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运用 我们应该记得你 不记 不应该记得你记得很多 因为我们 人对于激励呢 是没有那个 空气的力量 要记得记不牢 要忘记得忘不了 所以 究竟是痛苦呢 还是快乐 你在 有些我们小的时候 听的时候 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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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忘记 有些东西呢 一下子也忘记 人家对你好的事情 很快就忘记 人家对你不好的事情呢 你的记一生啊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人家的好处 永远没有记起来 人家对你不好的记忆 天天都提起来 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还有 神的恩典呢 就从来都想不起 对神恩典是什么 你会记得神的恩典 很难记 没错是 你要见对神恩典 你就抓破头皮 就想不知 神对你有什么恩典 世界上最出名成功的人士呢 都是记忆很好的人 就是你没有好的记忆呢 你不要妄想经 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我们呢 礼拜堂 我们教会 有个年轻人 叫做 阿姨 他是一个 过目不忙的一个人 看一遍 他就记得了 所以他最近在念 医学员练书 他说有很多书要练 哇那很多书要练 那怎么办 很简单的 他一个就可以了 他很练书 所以他现在在念医科 但是没有记忆的人 是不可能练的 因为那些名字 就是人身体的那几百块 骨头你都不会记得 那一块 所以我也很羡慕他们 有这个记忆 那个记忆的事情 所以 如果是神 如果是给你一个好的记忆呢 你应该感谢神 好好用用 记一些好的东西 特别将神的话 记在心里面 有一个记忆的时候 我不忘记主的话 我不忘记 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 现在我要讲在创世纪里面 创世纪里面 创世纪有个事是 创世纪有个事是 后云消散 我涂没了你的罪恶 如不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那在这里讲 涂没 什么叫涂没 以前没有medicmark 写在那个白板上面之后 你一涂就 你这磨就完了看不见 我们写粉笔的字写在黑板上 也一涂没就不再出现了 有名不再出现 所以还要跟着说 我涂没了你的过法 我涂没了你的过法 你所犯的罪 像什么呢 像厚云 厚云 消散 昨天的云跟今天的云都不同 昨天的云已经消散 今天再看不见 他说神泄没我们的罪恶 也是这样 像过云灭没 那这是神的云点 那神的泄没我们的罪恶 是不是这样 就讲这句话呢 我们小朋友的时候 听了中国的皇帝的故事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做皇帝 因为皇帝实在有身上的大权 他要攒你的肯定的头就肯定的头 他要泄没你就泄没你 许你无罪 那你就可以去了 皇帝实在厉害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做皇帝 所以打到一个有一个 因为他很有权力 他有泄没你 不泄没你 那他在泄没呢 他一点代价 不需要付了 他的口就说 泄没你泄没你 他一点 一毛钱 都不需要付出来 当时神要泄没我们的罪恶呢 当时神要泄没我们的罪恶呢 不是凭着神的那个大能的口说 你泄没了 不是这样啊 有这样的神是一个不公义的神 神的泄没是要付极大的代价 再过一个两个礼拜就是 圣诞节 什么叫做圣诞节 你们看他就唱了四个圣诞节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啊 是什么礼物啊 神就赐在 赐下他的独生的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降生在马槽里面 在马槽里面 为什么要 神要成为肉体在地上 他要为什么生在马槽里面 因为神 道成神 因为神是一个 神是不能死的 但是他要为了人类的罪恶 而被丁十字架 要死在十字架上 必须成为一个身体 所以让福音告诉我们说 太多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祝罪神 那这道太多与神同在 后面就是说什么呢 他们在十字架说 道成要肉身 为什么这个道成要肉身呢 他因为要成要肉身 才能够 为我们而死 也就是说 神才要肉身 能够为我们而死 为什么要为我们而死 因为世界的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罪 而罪的公价就是死 我们犯了罪 我们应该死 但是神爱我们 神就说神爱世人 但是世人犯了罪怎么办 那世人犯了罪 应该死 那就是世人最死 我犯罪我死 你犯罪死 那就可以了 但是什么事情啊 神爱我们 但不要你死 祂才能 祂自主的独生子 为我们的罪恶死 为我们的待定 所以圣经说 他 他说 我图没了 我图没了你的罪恶 罗伏回你消灭 你当归信我 因为我救赎了你 神的泄灭 神的泄灭是付上极大的代价 不是凭着 他的口 你净谢灭了 净谢灭了 神可以凭着他的口 所以就有命运 神创造天地 神创造天地 我们广东话说 神创造天地 文化是什么 得把好 你说什么叫得把好啊 就是你讲话就可以了 神创造这个天地 讲讲就可以了 命有就有 命是力就力 就是很净 神说要光就无光 这是一个大脑 那为什么神不能说 你罪谢灭了 很清准 干净 因为神不当是爱 神也是公民 神不能够认为有罪为言无罪 你既然有罪 你必须要付代价 那今天我犯罪谁付代价 应该是我付代价 那是神为我们付代价 神才能够设计 为我们的儿子 最近我们 我在重复再看 串世纪第3章 串世纪第3章是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 违背神 神给他只是一个命令说 树上所有 圆中所有的果子 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我认为这个分别上 或者受伤的果子不能吃 你们听他们见过 神说不可以吃啊 还有说你吃的日子 怎么样 必定是 亚当夏娃有没有吃 吃了 有没有吃 没吃 那神讲什么话 我们很多人在这里解释不通 神讲话不算数的 就是 才很清楚对亚当说 你不能吃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吃完没有死 那这样我们可以犯罪啦 谁不宣说死 但现在不会死 那我们会解释 怎么解释话 我们就会说 哦 不要当时了 为什么要死 他才离不死 接到号上去 但是最近我们发现 不是这个意思 死是一定的 那在法律上呢 在法律上 判了死刑的人呢 你可以立刻自行 死刑立刻自行 对呀 但还有一样 还有换行 你有听过换行这个字 就是说你应该死 慢一点死 OK 这个慢一点死 就是恩典 按照法律 立法 被判死刑 就立刻自行 这是立法 但是按照恩典 他是应该死 但是不立刻自行 那个死刑 那就是换行 所以亚当的死呢 是换行 他还是 获得几百多岁吧 死是应该死 那是换行 这是圣经的这样的解释 不是 他是 他是 他是临死 觉得不同的 OK 那我们也是这样 那我们犯罪 很多时候我们犯罪 但是我们没有立刻受到审判 没有立刻受到那一个 刑划 神给我们机会 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机会 我们以为神不见证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如果我 救测罪业 神如果救测罪业 谁能掌握 就知道 我们这是犯罪 犯罪 犯罪 好像 我犯罪都没有什么 什么东西发现 神没有啊 不是神没有啊 神是给我们机会 神给我们机会会 若是神追究了 你没有帮他逃脱的 但是你不要 不要忠拥 忠拥于自己 你 你不要说 神没有追究 你就可以轻受的感觉 当神追究你的罪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担当 他们不了的时候 所以在 圣经上我们看到 神是公的 但是神的 恩典 神追究追究吗 追究那么追究吗 YES 但是他就给我们 那就是神的恩典 所以基督 所以 我们今天 要在一两个礼拜 说我们要庆祝 耶稣基督的教神 为我们 来到地上 教神的马朝铃 祂目的 祂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教神 为我们而死 祂来的目的是为你 为我们而死 这是很重要 那圣经说神的谢免 那我们这些人 要到神面前的人 我们 必须是一个信件的人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要到神面前的人 我们必须求神谢免我们的罪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信件的人是不能够见到神的 来到神的面前 你必须相信有神 他在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到神面前 我们要清净神 第一 第一件要做的 就是我们要 承认我们的罪 我说我们来到圣经面前的人 就是要 我们要 先要解决的 是 我们罪有问题 最近我们看 圣经在马朝铃第2个 马朝铃第6章 马朝铃第2章 讲到 耶稣在加巴龙 讲道 在一个房子里面 很多人都很试试听他讲道 那都包为座 耶稣把这个房子都包为座 那有四个人 抬着一个坛子 要来请耶稣医治他 是不是啊 那这个坛子看到 哇都是人 没有办法进去 怎么办 把奥底 插掉奥底 人家的奥底 不是你的 插的 图下去 那当然是看到他们那个 那个 决心插掉了 但是 那些当然 在那个时候的房子 不是现在的房子 现在的房子 不是容易 是那些 很 呃 呃 呃 被写 那些房子 插掉之下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坛子说 说什么 你医好了 是不是 那很 莫名其妙 我们 我们明明是 将这个坛子来到 耶稣里面证 耶稣说你的罪 谢了 他不是因为犯了罪来到街里受审犯 让耶稣谢你 是不是啊 不是 他们的目的是这 他以耶稣来给他 给耶稣医治 但耶稣不是说我医治了你 不是 耶稣说你的罪谢了 好像 牛头破到马嘴 就是 为什么耶稣讲 根本都不是我心里你要的 我要的是 抬他来前 耶稣医治他 但耶稣说 小子 你的罪谢了 为什么 那现在我们那些 我们也有这个概念 我们有这个 跟耶稣的思想相同 我们都来到 我们的思考就是 啊你来 来到耶稣面前 就得到夫妻了 来到耶稣 耶稣就给你 你不能就这样来 你是谁啊 你是个罪人啊 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要对医治吗 你要先罪就谢你 你要蒙父亲呀 你要先罪就谢你 他们来时要 看望耶稣给这个 坛子一个新的身体 他一好就走了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 是草述的这种事情 耶稣要给的 耶稣要给的 不需要单单给他一个新的身体 耶稣要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因为身体 医好之后 几十年后 他也死掉了 但是要看耶稣要给他的 是给他一个新生命 新生命就是罪得谢你的那个生命 所以耶稣给他是两样 一个是新生命 一个是新生命 是否每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 我们坐在这里的人 你要的是什么 神知道 可是你在心里面 你最需要的那样东西 可能你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那个女孩 OK 神会会给你货 但是你 如果是你当然有贱要有什么动作 神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你来到这里听到 相信耶稣 其实你得的最好的就是 你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你得的罪的事 才是最重要的 神会给你 心里面所要 但是我们通常不是我心里面最要的那种东西就够了 信耶稣不信耶稣 另外一件事情 那其实上你要知道 信耶稣之后 神再给你更好 这个气粹 这个priority 优先你要知道 不是我先要留了那个新的 新的 身份 我留了 我留了我的 立卡之后 我才信耶稣 不过这样的 你可以信 相信耶稣 你再得到那里 要的东西 那里就是双银 什么叫双银 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做的事情 我当时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我们看满足神的需要 让神给你的最好的是永生 永远的生命 就是耶稣跟他们谈一样 但本来是医病 耶稣说你的罪限 这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说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那耶稣说 谢免他的罪 那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 那个说 这个好像quity card一样 你用quity card 信用壳去买东西 你也不用给钱 但是那个 越借的时候 你就要付钱 那耶稣说你的罪限了 那有时候还没有为他说死啊 那耶稣就能将他放在帐 放在帐上 然后耶稣上出十字架之后 他的罪限 那旧有的人也能够 变以罪限 因为旧有 用羊羔代替 谢罪的事情 一样 那么真是 真正的 实在是耶稣基督 献祭这些都是以后 OK 所以耶稣的谢免 神的谢免 不是口轻轻的讲一句话 而是神预备 从太多就预备 皮肤手术告诉我们说 神就在台中 已经预定 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 得到这个救赎 神是 用很长的时间来预备 神是用他最 亲爱 最爱的 来为人写 那其实耶稣基督基督 神自己 你知道吗 是神 神道成长落神 所以在提摩太义的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大灾尽前年奥运 无度为达 就是 神在 肉体显现 神在肉体显现 那就是耶稣 那就是我们可能你念信 你不会明白 我们也念了很多海不识弹 很明白 怎么 耶稣是神 他都不明白 OK 那就要听我今天要讲你说 神赦免我们的最后 而不是那么轻易地讲一句话 神用了他 整个的意思 他用神字来制作 那这是赦免 那 神 第二件是神 没有神的纪念 第一件又是纪念我们 神 对我们每一个属祂的人 神对祂的人 他都会知道你是谁 因为神呼召我们 神警救我们是 一个一个的呼召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但我按你的名字呼召 神警救我们不是一大堆人 警救 不是 只要一个一个的呼召 所以在 海瑟以赛亚书这样说 亚伯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脉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 提你的名 招你 你是输 在 在43章里面 神在宝静 在以赛亚书 49章15节 怎么说呢 他说妇人 也难忘记 他是乃的 还不连续 他所生的儿子 结果你忘记了 我就不忘记 发生了宝静 他说那种母亲的 神怎样可能忘记他在 吃奶的孩子呢 不 爱他所生的呢 可能有些 罵你不大好的 真的有 很少 生自己生的孩子 不应该会忘记 神说就是有了 就是有 不可能忘记 那就是有了 我也不会忘记 神不会忘记 神不会忘记 很多人 信了耶稣之后 觉得好像会忘记他 神不会 你会忘记神 我肯定你会忘记 神是会忘记 神不会忘记你的需要 你有很多需要 神知道吗 神知道 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祷告 你不要为你要吃什么穿什么 那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拜菩萨的人他就求这些 拜菩萨的人就是为自己的需要 祈祷 耶稣说你不需要 你们要先求祂的过活 祂的义 那这些东西都给你们了 耶稣说你们所吃 你们所要吃的 所穿的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天赋是知道的 很清楚知道 所以你们祷告 不要常常为自己祷告 要求神佛的事情 其他人的祷告 神学告诉我们说 你说不是你有病啊 是 你有病 不是说你 你生病的时候 你不需要为自己祷告 你为谁祷告 为另外一个人有病祷告 很奇妙 因为神知道你有病 一定会医治你 但是你不要当然关心自己 神啊你医治我 你要医好 太自私吧 你看着国陛 还是某一个人有病 神啊你医治他 你不需要为自己祷告 在幽伯记里面有一件事 他信心说 幽伯 为他的朋友 祷告 祈求 神就 将他的父亲改变 我们再听清楚 如果 为他的朋友祷告 神 不是改变他的朋友 神是改变如何 当你为人家祷告的时候 神是会先 神会先 帮助你 与你所祷告的人 等谁 祂很奇妙 就是说我们不要当位置 所以我们也是要相信 要相信 神有信心 我是受神的人 我是受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的神 祂一定会 一定会纪念我 祂知道我的需要 祂知道我是在什么这情况 所以祂帮助我们 当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也要 帮忙你们多看一点圣经 多一点明白 神的心意 在心里面有个叫做保罗 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 他说我体会 耶稣基督的心肠 什么叫做心肠 就是 保罗很知道耶稣的心 所以他做一些事情 都能够满足耶稣的心 我们今天是耶稣 耶稣用宝贝 用他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他的拯救 但是你对祂的了解有多少 你爱祂有多少 你明白耶稣的心意有多少 好像我们都不明白耶稣的心意 保罗很清楚明白耶稣的心意 要么耶稣的心意 是要万人得救 明白真理 所以保罗拼命传递 满足耶稣的心意 那我们像耶稣我们就是满足我们自己 要么都是为自己 来祈求来祷告 所以 主帮助 还有耶稣我们 神谢了我们的罪 神也忘记我们的罪 那这里呢 我们今天先跟耶稣讲 我们有罪欧 让我们承认我们的救命之后 神不谢 服务我们的罪吗 神在罪欧 忘记了我们 那在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很难忘记 OK 有一天给彼得 问耶稣说 主啊 我的弟兄 自我 我答应 饶恕他 几世呢 要七世可以吗 要耶稣说 不是 不是七世 是多少 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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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神 谢美 跟忘记 是很容易的 因为神有大能 因为神有大能 可以谢美 神有大能 可以忘记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的老数 对人类关系当中 老数跟忘记 是非常艰难的 一件事情 一个人要老数一个人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曾经老数过某一个人 有没有是个老数呢 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老数之后 要忘记 也很难 但是神的 在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必须要老数人 你必须要忘记 那在这里说 把彼得 真的自己也了不起了 老数你一次 两次 三次 十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他 就在自己 很贵啊 我已经老数了他 七世 或者耶稣 也说一个 啊 You are Good job Well done 做得好 当你老数人 当你老数人 当你这个耶稣所讲的不是那个赤数的问题 不是那个nomba的问题 这就是说 当你要老数的时候 你要记得一二三四五 这些赤数的话呢 我就告诉你说 你根本没有老数他 老数呢 就是说 一次你都不会记得 什么时候他 什么时候你老数他你不会记得 这是耶稣所讲的 不是一二三四 就是你老数他 七十个七十 七七 四百几十 七十 你老数他了 已经是什么 已经 现在是 四百几十 几十多 你这样计算啊 你这样计算 根本就没有老数他 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看清楚 耶稣意思说 你老数他 你要忘记那个赤数 忘记那个nomba 无限制的 那你会说 啊 他就会 take advantage 就是什么 他会 abuse 他会 不用我的老数 你会误念到这样 我老数他 或是他 这不是你的问题 你要老数他 就老数他 不要他 他的回应是什么 不管你的事 你要老数他 就老数他 我有成绩 我看过 一个 一件事情 是真的一件事情 这对夫妇 结婚十五年 十五年 不结婚了 最后第十五年 他的老婆 向他老公 酸道 我已经忍受了你十五年了 已经够了 分手吧 我已经 忍受了十五年 现在不能够在 忍受 分手 在那么十五年里面 他也没有老数他 没有 他就一直在那里 suffer 那里的忍受 为什么十五年呢 啊 孩子在身边 离分对孩子不好 很多父母见识啊 你们不要这样做 夫妻感情不好 觉得应该离分 他也不想离分 因为孩子还小 让他长大一点 我们才离分 你说好 你在 你再 折磨你的孩子 你知道吗 我们在 我们教会年轻的 好像有三个 父母的感情 这是不好的 但在家里 做得很好 那这些做孩子也知道吗 早就知道了 但是我们的父母是有 感情不好 那么伤害人 在这个心里面很痛苦 在家里面 他们父母是装作很好 实在是不好 他们忍受到 连到他念大学 之前念大学 他们就很离分 那这种婚姻 导播你要离分 就离分 对孩子的脱脱 对孩子的折磨 没有那么严重 那种心灵上 因为在小的时候 他很小就告诉他 我的妈妈话 我妈妈的妈妈话 他在教会跟我们讲 因为他只知道 知道 唯一的东西 唯一 唯一能够是 你教育好 孩子好 就是老鼠 老鼠多少次 你公开 你要老鼠就完全老鼠 你忍受不住 那干脆分量 那不是我说 那什么是叫你离开 不要误会这样讲 不是说 要活好 不是假活好 是真活好 如果真的 真的不能下去 干脆 那实际上为什么你们两个都会在一起呢 其中不是很安爱的 不得了吗 没有你我就不能够穿着 我若是没有你就不能够 谁讲成这样 我若是你没有你就不能活下去 现在 因为你活着我就不能活下去 为什么 是最后的问题呀 是你的问题呀 为什么 其实那么爱 现在不能爱 是你的问题呀 你的问题 特别现在很容易 特别很容易分 但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是神儿女 我们教育是很重要的 不要轻轻意就在一起 要轻轻意就分开 那已经草稠你的分音 是跟圣经有冲突的 因为神所立的 神所配合的 人不能够分开 你既然在神面前配合 你们两个人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那个男人那个女人在一起 一定有问题 大家都不同嘛 性别已经不同 性格不同 习惯很多不同 那这些不同我们就要办法 学习 爱对方的习惯 爱对方的手头 彼此相爱 那才有能够 如果你结婚之后还是坚持 还是坚持你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这样子的 那你就不要结婚算了 知道 当你愿意老书的时候 当你愿意老书的时候 你要求主给你忘记 给你忘记 那这些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老书 因为神是 神是一个 信 你老书 那请主帮助我们 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 很好很冷的榜样 就是神献变 神忘记 神也要 他的儿女们 在 这个 还活着生命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要学习 泄满 泄满是从下 叫泄满 我们彼此之间就是老书 我们中文是比较高级一点 英文就是 Forgive Forgive Edive 不是Forgive 上面是Forgive 但是中文是很高级的 从上面的 上面的是泄满 我们的之间是老书 所以我们讲老书 是吧 当然我们很不容易去老书 真的不容易老书 你说你真的要老书的时候 你当个 主啊 我甚至要老书他 用你的爱 我用你的爱来老书他 用神的老书来老书他 才有那种决心 老书就说 主啊 忘记 我忘记 那这是很重要 有谁能够忘记 特别在夫妻之间 要老书要忘记 老书忘记 那你们就会 生活能很长久 我跟师母结婚45年 45年了 有谁比我长得不少的 我跟师母结婚45年 那我们是谁 那我们是谁 都是安安爱的 你过每天安安爱的 那不是啦 人家 你批堂 你知道我们跟师母的两个性格是完全天天 这都不一样 你知道办法 我们是要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 在一同生活 安安所大地上 有没有吵架 45年 45年 有没有问题 有 有没有吵架 有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 当然会发生的 不可能 安爱一生 有一对 牧师 夫妇 他老 老牧师告诉我说 我们夫妻 自己从来没有吵架 我说大妈没有吵架 他老牧听你了 你只是使用你讲 没有他讲 大妈没有吵架 吵架就是两个 就是有不同的观点在自己 才有这个吵架 其实不是吵架 是discussion 就是讨论 也是讨论强一点 或者叫做吵架 这个discussion 所以师母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 我们有讨论 讨论 不是吵架 讨论 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如果说我没有观点 他没有观点就没有问题了 只是因为他有观点 没有观点 我的观点跟他不同 那有观点 我们也查到教会的问题 我们会吵架 大家观点不同 一定有 但是这些观点 不能够让我们的感情破裂 不让他破坏我们的爱 起初的爱 好像以赴首次说起初的爱心 要go back 回到起初的爱心 那你就 一个晚上过去就可以 没有事情 你要忘记 你要劳恕 那就可以 我们一生 你们的夫妻 在生活 可是没有 劳恕 没有 忘记 很难痛苦的事情 朋友之间 需要劳恕 需要忘记 家庭里面 需要这样 从哪里学 从音音书记的身上学习 老书 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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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感谢你的人 也 让人今天在你身上的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是罪恋 在罪恋里面生的罪恋 所以我们有感觉 但是你愿意谢灭我们的罪 不单是谢灭我们的罪 也忘记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知道你要教导我们在地上 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能够谢灭 能够劳恕 能够忘记 能够在家庭 在团体 教会生活当中 的话 能够将你的爱 能够掌声出来 谢谢你祷告 Amen